1月11日与上海南篮的比赛 已经让广大的球迷忍无可忍 让徐长所下课的声音也是震耳欲聋 可以说山东高速在一开始 让龚小斌下课就是一个错误 不用进行解释 上赛季阵容存在严重缺陷 在欠薪的情况下都能拿到第四名 而本赛季实力有所增强的情况下 现在只能排在第十名 进入季后赛也是非常有难度 不得不说山东高速的倒退 山东高速必须为他们的不职业买单 山东高速必须要换主教练了 徐长所真的不适合山东南篮 是继续坚持还是有所改变 好好想想吧 徐长所现在的帅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从上一场山东南篮球员的表情就已经看出来了 球员们都非常的茫然 都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 与前几天大胜上海队的那只山东南篮 还是同一支球队吗 攻也攻不上去 手也守不住 有机会也投下镜 各种花样的失误 各种不必要的犯规 没有一点而精气神 球队没有斗志可言 山东南篮与上海南篮是有差距 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绝对不接受这样的失败 而比赛结束后 徐长所在赛后发布会上的一些言论 又一次引起了广大球迷的关注和热议 总是把责任甩给球员 难道他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本赛季山东南篮的实力并不差 虽然说争冠不现实 但是球队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而徐长所在场上的存在感真的是很低 对球场上出现的状况真的是没有什么应对能力 与上一赛季的龚小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并不是说徐长所的坏话 入情入礼上一赛季龚小斌能把本来实力就不强的山东南篮带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为什么还要逼迫他辞职 既然决定要换掉龚小斌 为什么要找一位没有任何CBA执教经验的教练来带球队 即使是与龚小斌的执教理念有冲突 在没有找好新主教练的情况下 为了球队就不能妥协 本赛季是过渡期 完全可以再让龚小斌先带一带 等到找到更加好的教练再换也不迟 就是赛季快开始的时候仓促的接受龚小斌辞职 再仓促的找一位没有经验的教练来 真的是非常不专业 即使是你不差钱 也不能这样对球队不负责任呀 现在山东高速真的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舰队计划 现在有一种打到哪里算哪里的感觉 现在即使是要换主教练 也找不到好的教练 谁给接受这样的烂摊子呀 龚鲁明把责任还推到了龚小斌的身上 说龚小斌给他留下了烂摊子 人家上一赛季拿着那么烂的阵容都能打到第四名 你有这本事吗 第二阶段龚鲁明是来到了球队中 但是对于球队有什么帮助吗 球队想效仿辽宁队的教练组模式 但是真的是东施孝平 龚鲁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和江星拳一样的作用 在比赛中直接看不到他的影子 所以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再请回龚小斌 现在山东高速为了球队必须放下身段 主动承认错误 而徐长所还是让再让他去培养年轻人吧 如果比赛打成这样 山东高速还是无动于衷 那你就是在有钱也没有什么用 也是得不到广大球迷的支持 大家觉得呢